哈囉 大家好 我是秦燕 今天我們來到苗栗呢 這裡就是苗北逸文中心 算是竹南跟頭粪的交界處 那其實呢 這裡受惠於科學園區的發展 所以人口呢 是持續的來增長 至今呢 加總起來大約就已經有20萬人了 那其實呢 這個苗北逸文中心啊 就斥資了13億來打造 所以算是苗栗最具規模的展演中心 那不只這個逸文展演中心 其實在它的對面就是萬平的運動公園 裡面呢 所有的設施應有盡有 所以呢 在有人口紅利以及生活機能之下呢 所有的建商啊 其實都非常積極在這邊推案 那這個地方 到底還有哪些魅力之處 成為房市新熱點呢 趕快帶大家去看 光是一個運動公園 就有圖書館 游泳池 籃球場 遊戲場等設施 一個公園滿足親子休閒所有需求 有綠地的地方周圍自然吸引許多 建商列地 雖然是重劃區 但實際上距離竹南車站 開車3分鐘就抵達 加上是山海縣交貴站 搭區間車10分鐘就到高鐵苗栗站 開車要上國道1號或是北二高都很便利 要到竹南科學園區也是10分鐘就到的距離 尤其積極擴廠的台積電更是主力 以地理上來講 竹南頭份離新竹最近 也可以講 它就是全世界離台積電最近的地方 台積電在我們竹南 在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 它本身就有設廠 現在已經破土動工了 尤其他們都是以新竹為研發基地 靠近寶山那邊 你看整片都是台積電現在正在擴廠 那未來都會有高階的從業人員進來 那他們購買力是相當驚人的 先天地利優勢加上周邊都是純住宅 環境相對安靜清優 生活採買未在自強路上就有大潤發 一旁的上順廣場也引進許多連鎖商家 甚至威秀隱城也進駐了 機能已經逐步完善 頭份竹南也是受惠於科學園區 在新竹一樣同樣的坪數 你如果在這邊的話 那那種購物能力是減少非常的多 所以很多客戶他在新竹 周邊他尤其竹北那邊也是一樣 他在那邊找不到他適合的 尤其是那種價格 所以他就會到竹南頭份來買 來到竹南頭份區域的住戶 基本上交通都以開車居多 以新案來說相較竹北 開車多20分鐘左右的車程 房價每平至少便宜大約10萬塊左右 購物CP值更高 也成為科技新貴或是返鄉族群的新選擇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